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前处长邓敬成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落地 对直报之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使得香港社会由乱象制 也得到了香港市民的普遍支持 针对近期有外媒宣称 国安法冲击了香港言论自由的说法 邓敬成驳斥称 香港是法治社会 香港国安法打击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 保护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社会重回稳定 法治正义得到伸张 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任何一个地方 它所定立的法律 都是为了保障 那个地方的安全平稳 在这方面来说 是绝大部分的市民 都是非常之认同的 而所谓是影响到言论自由 这些完全是歪理的 国安法的出现 是保障了我们支持香港 爱护国家的市民 应有的言论自由 和生活的自由 邓敬成指出 近年来 部分西方政客和反华势力 无视和歪曲客观事实 利用谎言和谣言抹黑中国 恶意诋毁香港国安法 以达到自身的目的 很明显 西方的政客 和反对的势力 他们是有一个 我们绝对不认同的目的 黑暴 如何在街道上 破坏公共设施 破坏交通设施 袭击无辜的市民 袭击维护法纪的警察 但是西方的政客 似乎他们只是选择 去看一些 他们想看到的情况 而很多时候 这些所谓 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也都是只是片段式 这样去截录出来 去迎合 去支持 他们一些 是绝对没有基础支持的说法 邓敬成认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使得香港社会恢复平静 但就国家安全问题来说 基本法第23条 在香港的立法工作 仍具有一定的急迫性 这将更全面的保障 香港在长期内履行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国家安全法来说 是应该更加全面的覆盖的 所以其实是去定立这个23条 是有急迟性 去令到我们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是更加全面的可以保障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以作为国家的一部分 是可以履行到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也都成为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 这一部分的一个重要有效的一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